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是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正式获得提名 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而自由时报是报导 根据国发会的统计 最近几年来 社会福利和退辅支出成长 反而公共建设的支出却减少了 了解完报纸的头条之后 接着来关心天气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南部从昨天开始就有好大雨 而这个情况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 南部地区下起滂沪大雨 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屏东牡丹乡一天累积雨量 已经超过150毫米 嘉义以南和台东地区雨势也不小 气象局持续发布好雨特报 尤其是高平和台东地区 今天将会是强降雨最明显的时刻 包括在西半部地区 花东地区以及宜兰山区 还有金门澎湖 预期从今天小到明天这段期间 这些地方都有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特别针对了高雄屏东台东地区 可能都会有大好雨发生的可能 气象局表示 西南气流目前正在台声中 对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影响最大 但也提醒北部 东半部地区及中部地区 虽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较小 但和午后热对流作用下 仍然会有局部好雨发生 周四之前在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 除了说南部地区下雨是相对比较长之外 中部以北地区的话 其实它的瞬间强降雨 还是会常常发生的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气象局预估 这一波降雨会持续到周四 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澎湖地区也会有强震风出现 提醒民众特别留意 记者综合报导